六小林童扮演的孙悟空,几乎是每位成年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在小孩子的心里,美猴王就应该是这个形象,金光闪闪,而且正气感十足,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接触到了不同版本的孙悟空之后,关于孙悟空一千位观众,就有了一千位美猴王的形象。 很巧,我前几天刚把西游记读了一遍,如果你仔细阅读西游记原著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最结合无成文书中孙悟空形象的不是六小林童版本,当然了也不是周星驰大化西游版本,最接近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那就是周星驰指导的西游小魔,其中黄渤的孙悟空是最接近原著的形象。 最近几年六小林童作为几代人的记忆,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讽刺。 现在的西游记,是被取素材最多的一本书,仅仅在去年就有三部投资巨大的关于西游记题材的电影上映,其中各种各样的孙悟空纷纷登场,六小林童在很多场合表达对这种现象的不满。 在六小林童的心里,孙悟空的形象就是自己在西游记中的形象,但周星驰大化西游,在80后一代人产生无比巨大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八三版西游记之后,六小林童老师对这种现象非常反感。 他实在无法接受恋爱结婚的孙悟空,因此他愤愤不平,他表示如果恶搞的话,那就是可止了。 六小林童认为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希望在六小林童版本的孙悟空出来之后,一千位观众的心里,只有他这一个版本的美猴王,尤其是不要接受那些恶搞的美猴王形象。 作为老一辈的艺术家,我们非常感谢六小林童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童年记忆,但是把孙悟空据为己有,这个行为我个人表示质疑,西游记不是某个人的,他属于所有喜欢他的人,他是整个文学史上一颗最璀璨的明珠,属于我们所有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